2018年8月12日16点54分54秒来源 中国日报网中国日报网8月12日电当前世界贸易正遭受威胁 不管你是否把当前的形势称为一场贸易战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枪已经打响 这不仅值得我们注意 更要求我们采取行动 WTO数据显示限制性贸易政策 例如关税配额以及更加严格的海关管制等 在过去的半年里显著增加 虽然同时期也有一些进口便利化的政策出台 但总体上看 这些政策所汇集的贸易额呈下降趋势 而限制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影响则正在急剧扩大 这种情况非常严峻 对等进行的贸易限制 不能成为一种新常态 如果形势进一步加剧 恐将带来更为重大的经济影响 各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都将受到冲击 尤其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 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应对这一挑战 我一直在和各国政府及全世界的领导人进行磋商 敦促通过对话 缓解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 除此之外 我还和包括议会 商界 智库和媒体在内的广泛的社会各界进行接触 提高大家对所面临风险的认识 在此 我也呼吁所有相信贸易会带来进步的人们 所有相信世界贸易规则 是经济稳定和繁荣必要基础的人们都为支持贸易发声 因为沉默就如同发起贸易战的行为一样有害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在为促进贸易大声几呼了 许多商界领袖和民间组织呼吁政府破除贸易壁垒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已经有更多的人认识到 提高关税意味着实际价格的上涨和实际工资的下降 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使投资者退缩 从而导致更多的失业 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领导人更多的参与到WTO事务中来 他们想要努力加强和改进WTO体系 而不是破坏它 这种行动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 化解全球贸易危机 某种程度上说 关于加强WTO的讨论由来已久 这些年来 我和成员们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如此 而且我们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最近几年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 包括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和生效 消除农业出口补贴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扩为等 但这还不够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还有许多事关当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大议题 需要进一步讨论 抛开过去的成绩 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当前急需进行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 虽然相关对话已经展开 也有一些想法提出来 但遗憾的是 对话的走向如何 哪些领域前景更好 哪些事项应当优先处理 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 不过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倍努力 确保全球贸易体系更好的回应 WTO成员的需求 更好的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在WTO各成员讨论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还必须解决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所面临的威胁 目前WTO的164个成员经济 替占全球总贸易额的98% 这一数字的背后 WTO争端解决机制 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各成员通过这一机制投诉侵权行为 维护自身利益 防止贸易摩擦升级未严重的对抗 因此该机制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支柱 许多贸易争端在还未升级到诉讼阶段之前就已经解决 即使真的经过了诉讼阶段 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执行率高达90%左右 尽管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很有效 并且需求度越来越高 但近来这套机制正在遭遇严重挑战 由于美国对负责争端审理的上诉机构的一些裁决和程序有所质疑 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受阻 随着上诉机构成员任期居满 而又不能及时补足 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法官人数减至最低限度的境地 当然 WTO各成员已经准备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但目前对话尚无进展 打破这一僵局需要各方切实地承担起责任 在未来讨论如何推进WTO的时候 依上这些议题必须起头并进 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WTO 没有它 我们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贸易战 低增长 低收入 失业 这些问题将在全球蔓延 不论弱国还是强国都不能独善其身 当下我们必须加强国际经贸合作 只有这样才符合所有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请问订阅